大家好,我們是東銀國小 我們推展的主題是 記憶時光中的餅 我們換到激光餅來當主題是因為 帶人去南南石會帶一些激光餅回來 我們很好奇它的配方 才探討不同種類的麵粉 像五粉的用量以及水溶液的種類 對激光餅的影響 這樣激光餅的物理性質素質量化 搭配品餅潔若找出民眾最喜愛的配方 接下來是研究架構 我們分為三大種類 第一個是麵粉的種類 第二個是秀母粉的用量 第三個是水溶液的種類 這三個是使用量量分性和混菌調查 來走出激光餅最佳的配方 激光餅的測量方式 紅豆數量我們使用1米姐姐軟體測量 印度有回彈性我們是使用方法加壓法 它的體積我們是使用體積之換法 激光餅的品質我們是使用電子溫泉調查 麵粉種類對於激光餅的影響 我們發現中筋麵粉對於激光餅的影響最差 而橡母粉5克對於激光餅的影響最好 老酒對於激光餅的影響也最好 最後是結論 我們建議以高筋麵粉搭配製造激光餅 會產生很有彈性的口感 橡母粉的用量有一定的上限 超過上限後作用不會提升 沒有橡母粉的激光餅適合一口感的人使用 高濃度的酒精會抑制酵母 建議搭配低濃度的酒精 最後我們以高筋麵粉與5克橡母粉和鮮奶 作為激光餅最好的配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